养你胆子大,迪丽热巴心机多,论女明星自拍技巧,赵丽颖最粗心。 目前自拍可以说是一个全名参与的项目,随着各种APP的走红,大家自拍的创意也是越来越多。 明星也是普通人,别看他们在善光灯下非常的高冷。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,他们也都拥有住一颗爱玩的心。 在娱乐圈也有不少的女明星喜欢玩自拍,而且每一个都是创意无限。 说起女明星自拍,杨米自拍时的胆子最大,迪丽热巴自拍时的心机最多,自拍最粗心的就是赵丽颖了。 迪丽热巴在电梯自拍。如果在女明星中评选一位自拍王,我肯定把这样票投给迪丽热巴。 关注迪丽热巴的官方账号的网友肯定都知道,迪丽热巴经常会在自己的账号中更新自拍照。 迪丽热巴的每一张自拍照除了高颜值以外还充满住创意和恶搞,而且有时还会满足粉丝的要求。 自拍一些照片,做明星能和粉丝保持这样的互动确实挺不错。 说到迪丽热巴的自拍,最有心机的就是在电影《傲娇与偏见》中的自拍了。 迪丽热巴在电梯里面摆各种性感的姿势自拍,迪丽热巴的身材确实好。 刘亦飞在海边自拍,女明星自拍技术哪加强,我选神仙姐姐刘亦飞。 很多人都说刘亦飞和奶茶卫美有点像,如果说是从平时的生活照和工作做进行对比的话,两人的差异还是蛮大的。 但是如果看刘亦飞的自拍照的话,两人确实有几分相似。 刘亦飞确实是一位非常会自拍的女明星,就说一次在海边的自拍,刘亦飞将自己的锁骨拍摄得非常的性感。 刘亦飞在浴室自拍。女明星自拍谁胆子最大,这一票非杨亦莫属了。 刘亦飞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明星,因为她做什么事情都有助一颗大胆尝试的心。 作为女明星她不仅自己拍戏,还成立了工作培养新艺人,而且还成功地达到了几位当红明星,对于电影角色她也是不断地尝试新的角色。 说到自拍,杨亦莫到底有多大胆呢?她居然敢在浴室洗澡的时候进行自拍,这样的尝试也是没有谁了。 范冰冰冰在卧室自拍。年仅40的范冰冰也非常喜欢自拍,范冰冰确实非常会保养自己,而且气场也非常的强。 无论是在活动现场还是在影视作品中,无论心灵如何抢劲,范冰冰冰也很豪放,细数范冰冰自拍照,其中比较多的就是半丑和搞怪。 上图是范冰冰冰在卧室自拍照,看住凌乱的头发,范冰也似乎又调皮了。赵丽颖在卫生间自拍。 论女明星自拍,赵丽颖就是最粗心的一位了。 其实赵丽颖也是一位非常喜欢自拍的女明星,从她在诸多综艺节目中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了。 其实赵丽颖也是一个非常热情人,遇到好朋友总喜欢和她们自拍合影,但是不知道为何总有人说赵丽颖被孤立,在于了圈关系处理的不好。 为何说赵丽颖自拍最粗心呢? 因为有一次发了一张穿住玉袍在卫生间自拍的照片,结果被吸引的网友发现玻璃中有一位男子,很多人都开始猜测这位男子的身份,至于这个人是谁?我们就无从得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